其實聽一聽我覺得滿可愛的 就是至少他們的那種 不站在彼此立場上都是私底下 就是只有自己人在的時候會發生 但我老公的毛病是 他會在外人面前 不跟我站在同一陣線上 譬如說像我們之前訓練什麼的 我老公就是身邊只要有學生 或者是他的朋友 就說你老婆真的練得不錯 或者是有陌生人 就說雨柔真的打得很好 我老公就說 這也是否定妳啊 對 所以那種聽到當下妳是 妳除了不開心之外 妳還丟臉耶 對 所以我老公是會在外面做這些事情的 那這些東西我就覺得真的都還好 我比較在乎的是 生活中會發生的事 好 妳很不爽 什麼事呢 亂花錢還騙我 當我眼瞎耳聾 前提是呢 我老公他是一個有負債的人 所以有負債的人就要過 有負債的人生活的樣子 妳沒有辦法就是說 妳也是軍事化管理妳老公嗎 不是 因為妳不會 妳會要求她每個月要還款多少這樣 沒有 她本來就固定每個月要去還錢 那是她的債務的問題 這我不干涉 但是我覺得妳不可以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因為我會賺錢 所以很多東西妳覺得肆無忌憚可以去做 然後我會來擦屁股 這個行為跟觀念是不對的 然後她常就會被我發現 比如說最小的事情是 她會在網路上一直囤 一些什麼襪子內褲 然後囤到家裡的那個更衣間 襪子內褲都放不下 然後一塔一塔 我就想說 妳到底是有多少個屁股跟多少隻腳 然後鞋子也是塞到爆炸 就是一直買 一直買 我就說妳不能這樣一直買吧 而且妳一直穿的都是 同樣那一兩雙鞋 那幾雙襪子 她就會說 喔沒有啊 反正這些東西囤著以後可以用 可是這 以後是 對啊 她放到什麼時候 她是小錢 但累積她可以是大錢 對 妳是不是應該要把錢存下來這件事情 我就會非常在乎說 妳不應該做這種事情 然後有一次是 她那時候買了一台重機 然後買了以後 她就說因為她上下班會比較方便 她可以走高價 然後她可以省去一天什麼四個 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的車程 不用在那邊走平面什麼 我就說好 那反正分期付款 妳就有能力 妳就買 買了以後呢 她又開始跟我討論說 我要買一頂安全帽 而且要去國外訂製來台灣 那一頂安全帽要一兩萬塊 重機的安全帽是不是 這個都是這個價錢 對 然後 但是我的意思是 妳就是 妳不用再花那個運費 因為她除了帽子 一兩萬塊妳還要加運費 還要什麼 零零扣扣還要加 都還沒加上去就這麼貴 妳是不是台灣就買一買就好 其實台灣的安全帽很厲害 對啊 妳可能從美國運回來發現 沒等於台灣 MIT 對 她就說 我既然都要買一頂安全帽 我就買好的 因為重機很危險 她上高價 如果不小心出了一個什麼事 那個帽子很重要 我不可能隨便買個幾千塊一頂 她就是這樣洗我的腦 她說 那既然我要花這個錢買那個安全帽 我就要買我喜歡的花色啊 我怎麼可以隨便買一個敷衍來戴 我就說 好 妳所有都有道理 反正 這個是為了妳安全著想 那就買吧 然後就買了 安全帽來了以後呢 我就發現 她其實對安全帽也沒有很珍惜 就是她就隨便亂放 隨便亂丟 帽子就從桌上掉下 掉到地上 然後摔一下 碰一下 磕一下 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 因為她很安全 所以怎麼摔都沒關係 對啊 應該是性能測試吧 她都可以付自己的頭了 你們跟她投一國了是不是 沒有 你們站在她那邊 怎樣怎樣 間諜吧 然後我就想說 妳花錢買這麼貴的東西 妳是不是應該要好好保護它 對啊 然後買來不到半年喔 我發現家裡出現一顆 言下之意就是 又有一個 一兩萬塊的安全帽 寄來我們家 那代表這個安全帽 她戴得非常合同 她就又在 她就要選又不同花色 要搭配服裝 但她不敢跟我講這件事情 她就跟我講說 那是因為她生日快到了 然後她的學生 因為說 說安全帽是消耗品 就是妳帶了一段時間 妳就要替換 我就說 OK 那居然是學生送的 那學生對妳還滿有心的嘛 我跟你講 人在衰的時候 真的衰喔 進博海誰菜龜 對 我在 我就看到 對 是她自己買的 被妳看到 然後我就去問她的學生 我說 帽子是妳們送她的嗎 然後他們學生 可能看到我臉色就沉下來 她說 沒有啊 我們也跟教練講過 叫她要 但是她就要騙妳 她說 她說她也不聽我們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 學生站在妳這一邊 對啊 因為他們怕我生氣 妳老公應該更氣 養老鼠咬布袋 真的 當然就要吵架 這怎麼可能不吵 妳怎麼一直把錢花在這些地方 然後 好 比方說妳 妳如果有能力做這些事情 那妳生活上妳就要可以cover 比方說 生活用品該買了 什麼都應該換了 壞掉了 要換新的什麼 她都沒有 這些事情都是我在做 但是妳卻可以一直花錢 去滿足自己的購物 而且專注在自己的世界 這對我來講就不對了 而且翻臉之後 她那一頂新的安全帽 到現在 因為她 她怕我看到安全帽 所以就牙狗 每天都牙狗 一戲之家從八樓扔出去 結果 性難測試 曲哥妳會花錢 不讓Vicky知道嗎 我還好 其實 她也有一次 自己偷偷去吃很貴的日本料理 被我發現 自己一個人去吃嗎 自己一個人 我在垃圾桶翻東西 我也不知道我要找什麼東西 我就翻了一下垃圾桶 就去看到一張發票 那張發票 那個 那個時候 大概是將近二十年前 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很貴 十幾千塊 我吃進了四十幾年前的事情 Vicky現在有辦法拿出來講 那個時候是怎麼樣 妳就會去追求哪一家店更厲害 哪一家店更厲害 曾經有吃過一家六千塊 就一個人 一個人 只吃 紫禮 為什麼不帶老婆 不帶老婆 沒有 那個時候就是 收工嘛 心血來潮 臨時起義 妳一個人 妳知道嗎 我一個人 鬼才行 對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然後 那妳要檢查她吃了什麼嗎 是一個人的量嗎 沒有 她就是發票而已 她沒有明細 這個是 已婚男人 然後有家室的男人 偶爾的一種這種 放空 小缺性 自己的空間 一個人去看電影 一個人吃一場好的 好啦 咪開了 也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對不對 原來也喧囂 這樣就是公平啊 就是媽媽有時候 也需要一個人的時間啊 等一下 常常 那Vicky妳看到那個發票以後 妳有沒有一直 有 我就問她 我說 然後我還不相信 我說怎麼可能一個人吃那麼貴啊 妳騙我不知道啊 什麼 她就一直強調是一個人 而且十年前的六千 妳現在剪 妳去吃個六萬都可以耶 沒有要吃到六萬 時間還沒那麼嚴重啦 妳講的是 日劇時代嗎 是台灣 剛光復的時候 是啦 人家還沒有 還沒有通貨膨脹到這樣子 真是很不需要吃到六萬 妳講這個是真邪門 就是邪門到了幾點 平常我們吃吃喝喝 那麼多發票 老婆也不會看 對 就是剛好 就是比較奇怪的那一張 就是會被人家看到 就是會看到 有一次要出門 我就說 那個誰誰誰要請客 我講了一副自己很有行情 人家到我請我吃飯 反正那一餐飯 其實是我要請 因為我老婆 長久以來一直很不欣賞我一個作風 就是奇怪 我的舉臥也請 別人的舉臥也在請 她覺得這樣是有點 可是我當時熱血沖腦 總之我又買了 為了不讓她知道 我發票還 你家裡該不會有一台睡紙機吧 四成四半 我不是丟在廚房的垃圾桶 我是丟在一般人不敢去撿的地方 就是馬桶旁邊那個垃圾桶 裡面還有一些衛生紙 奇怪了 我老婆一輩子不會伸手進去 一般人也不會伸手進去 對 她在那邊 棒 棒棒 她就心血來潮 反正就好像是那個發票 你在召喚她一樣 她手就伸進去 還可以把那四半找出來 還組合起來 這是柯南在辦案吧 然後心思問罪 不是說人家要請你嗎 對 因為那上面金額寫三萬 真的很衰 對 然後開始問我 你上面有明信嗎 她上面沒有 可是她就會質疑我 妳那麼大方 她就斷定現場 現場有沒了 對 她一扯下去就沒了 就說沒了是誰 這個幹嘛的 我們雖然平常口落選河 可是遇到這種事情就會結巴 不好說 先不要 可是人在衰的時候 人在衰的時候真的很衰 真的很衰 對 因為像比方說不是要對發票嗎 我跟你講 你亂跑 說謊出去的那張發票 對 真的 我就有一次發票中獎 這種幾百塊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她像電子對 她還不是會說是哪邊 然後做什麼事發票 然後我想說 比如說她是一個沒有去過地方 林口的加油站 我想說誰去林口 誰會去林口 而且那個加油的數字 就不是汽車會加油的數字 可能才幾百塊而已 我說你去林口嗎 然後就是看那個 那個發票開出來的日期 去對她那天在幹嘛 就是說謊 好倒楣喔 她出現很衰 她就是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妳老公 妳老公要認齊 妳老公不適合說謊 對啊 她不是這塊料 她都會被你抓到 她都很容易被我抓到 不適合說謊 她不適合做壞事 對啊 來 但我覺得我老公到後面求生意識變超級強 因為她可能交往跟認識一段時間之後 她知道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就我平常把自己顧得太好了 所以妳跟我硬碰硬沒有用 對 所以後面我覺得她滿可愛的 而且妳也練得越來越好 我們之後只要吵架的時候 我老公的身段放超級 這很重要 女生就是吃軟不吃 對 因為像我老公是超級生火白痴 然後我是一個超級注重生活的人 就是我今天在外面 就算工作再忙再累 妳只要讓我回到家門 打開那一剎那是一個舒適的空間 我的心情就好了 就所有的累我都會忘記 我就會很甘願為這個家做任何事情 就這麼小小的要求 像比方說家裡面的所有事情 她都會辦吊子 比如說她去洗她自己的衣服 就洗衣服這麼簡單一件事情 她就可以把洗衣精弄得整個地上 洗衣機上都是 所以她洗完衣服 妳要去洗地跟洗洗衣機 對 那超煩的 然後妳叫她掃個地 我們掃地是不是把灰塵集中 然後一次把那個垃圾掃到本機裡面 這是正常的流程嘛 她不是耶 她大哨也拿那個哨把這樣 大手會 然後因為我們家有養貓 妳就會聽到那個 貓沙的聲音一直 就是貓沙一直在飛 然後我就說妳不能這樣吧 因為貓沙都飛到沙發底下 但妳沙發底下又沒有掃 她說我告訴妳 不是每個人做事的方式都跟你一樣 但結果一樣就好 我就好 我就坐在沙發上 我就看妳結果是不是跟我一樣 結果結果就是沙發下都是貓沙 妳不親嘛 妳就把眼前的垃圾弄到妳看不見 妳就當妹這回事 我是不是還要把沙發搬出來 然後去親沙發底下 我就有一次真的太常發生這些事 我就很語重欣賞跟她講說 我說我累了 我說我累了 我這句話很沉重 對 我說我真的累 我不想要跟妳為這些家庭的事情 就是生活上是吵架 我說基本上我一個人每天在生活中 我可以把所有該做的事情做好 我不需要妳 如果你做的事情都只能做一半 我要幫妳收穩 妳沒辦法分擔家裡生活中的事情的話 這很嚴重耶 真的很嚴重耶 這種話超級毛骨悚然 對啊 感覺接下來就是要講那兩個字耶 因為而且我講的當下是完全沒有情緒 而且說我真的很冷靜 沒有情緒最可怕 對 沒錯 然後一直到我真的很語重欣賞 跟她講的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受不了 我也不想再忍 我也不想再為這種小事吵架 我就講了這一段話 從此之後喔 我只要有一點小murmur 比方說她去洗碗 那個碗放到洗碗機裡面之後 妳發現碗還是油的 就有時候透明的玻璃 妳看得出來霧霧了 我就說 這個碗好像沒有洗乾淨 但其實我沒有情緒 我只是說 這個碗好像沒洗乾淨 她馬上就衝到 那個洗碗朝前面就說 真的嗎 可能我剛剛沒有注意到 不好意思 我再洗一遍 變這樣啦 很害怕耶 身段就變軟 壓力很大耶 那妳如果在家裡面稍微 皺個眉 那個櫃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後就把他輸一本一本放好這樣子 欸她有這樣過 我只是在客廳 我在客廳 然後就是弄手機 然後只是皺個眉有沒有 她就說 怎麼了嗎 發生什麼事怎麼了嗎 她就很緊張 我說 沒事啊 就工作上的事情了 妳幹嘛那麼緊張 她說沒有我以為什麼事沒做 過度神經濟了 妳怎麼還笑得出來 真的狀況已經有多長時間 可是妳看人就是可以做嘛 妳要做不做而已啊 對啊 欸男生穿在激發她的減人 對啊 妳就要做不做 妳明明做得很好 妳為什麼不做 那妳會不會跟她講說 我跟妳講 當我的笑聲停止的時候 就是我不笑的時候 廢話 什麼爛東西 男女就是真的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動物 因為常說男人來自於火星嘛 對 女人來自於金星 就是是一個完全不同星球的邏輯思考 但我覺得相處者 兩個人互相的體諒 互相磨合就會越來越好 我有時候仔細思考 就是我跟我老婆吵那麼多架 應該都可以比較吵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現老婆 總是老婆 其實他們的出發點 都是為我們好 對 叫我們不要 終於長大了 沒有我們人 一直要一直不在成長 對 妳的心態長大 妳知道她是為妳好 對不對 妳的心態終於更上妳的年齡了 聽不懂大福氣 有時候 我講這句話很多年輕的觀眾 是無法理解的 直到有一天 妳們到了一個年紀的時候 妳去細想 從頭 妳會發現 好像老婆講話 99.9%都是對的 而且出發點都是為妳好 妳這個是求生意志真的是 極端結語 勇敢而發 對 不信大家可以去問雨柔她老公 對 還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確認妳老婆真的比妳聰明 應該很容易分辨 那妳就真的就 聽老婆的吧 對 聽老婆的話就沒錯 就是 HAPPY WIFE HAPPY WIFE 對 謝謝曲哥 謝謝 我們改天的分享 謝謝